你想 你想让朕退位 善让 汉献帝的好日子终于到头了 在曹丕的指使下 华欣公然发难 逼汉献帝退位 面对华欣的嘴炮攻击 汉献帝明显不是对手 只能借口请示祖宗 亮亮呛呛来到太庙 看着祖宗排位 流血嚎啕大哭 从他登基开始 就没过上一天好日子 从董卓入京到曹操专政 虽然命运多舛 可流血从来没有放弃过 光复汉室的希望 可惜天意难为 一切努力全部化为泡影 本以为可以当个傀儡 苟延残喘 没想到曹丕狼子野心 连他最后的尊严都要剥夺 正当流血哭得伤心欲绝时 曹皇后走入屋中 看着曹家仇人的后代 流血怒吼着 让曹皇后滚出去 皇上 臣妾 虽姓曹 但臣妾是刘家的人 是皇上 把臣妾立为皇后的 你给这滚走去 流血愣神三秒 反应过来后 立刻扶起曹皇后 看着对方嘴角的血迹 流血后悔万分 她知道曹皇后虽然姓曹 但和曹丕完全是两类人 曹皇后并没有责怪流血 反而不断替曹丕道歉 正在此时 曹红和曹丘突然率兵闯入宫殿 看到曹皇后嘴角带血 曹红直接则问流血 凭啥敢打曹皇后 家暴可是犯法的 男人可以打老婆 天子就不可以打皇后吗 男人是可以打老婆 天子也可以打后妃 但是你不行 眼看流血赤饼 曹皇后挺身而出 我先告诉你们 我不光是陛下的皇后 也是陛下的臣民 别说今天陛下打了我 就是杀了我 也是天经地义的 同样的 你们两个 不光是曹氏子孙 更是陛下的臣民 你们若是助纣为虐 今天就是杀了你们 也是天经地义的 流血听得激动万分 果然关键时刻 还得靠老婆 但曹红和曹修 也不是三岁小孩 曹红一脸鄙夷的 看着流血 直接递出宝剑 让流血有胆 就拔剑杀她 流血当即认怂 她打打嘴炮还行 哪敢真正动手 这时曹皇后 再次拿出皇后风范 把曹红和曹修 骂得狗血喷头 碍于曹皇后的身份 曹红和曹修 也不敢反驳 只能把矛头对准流血 他们今天的任务 就是逼流血退位 在曹红的威胁下 流血乖乖返回大殿 看着台下的文武百官 流血仍然怀有一丝希望 希望还有汉臣能帮助自己 可惜 自从寻遇死后 在曹操和曹丕的清洗下 满朝文武 只剩下拥曹派 化心就是带头大哥 陛下 臣等劝你善让 皆是对山川设计的一片忠心哪 说实话 先王在世时 我等就想拥立先王 改朝换代了 可惜啊 先王天不假年 慰极如愿 现在新王继位 仍是执意不从 但臣等 宁可让新王斩了 要推新王级大魏 化心表玩忠心 还不忘威胁流血 最好石像典主动善让 否则别怪他们 或起萧强 流血一听 吓得面如土色 自己可是堂堂大汉天子 有谁敢杀自己 天下人都知道 陛下一介雍君 盘赴朝中 毫无人主之福 如果不是魏王坐在你的身边 想杀陛下者 何致成前上班 刘邪的身体不断颤抖 转身询问曹丕的意见 曹丕放下手机 缓缓起身 臣回府待账 曹丕说完大步离开 态度十分明显 刘邪呆愣数秒 突然撞入癫狂 仰天大笑 大汗誓言言四百年 今日 竟无意中良开言 这 都是真的 事已至此 刘邪心如死灰 只能无奈答应退位